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怎么人体最重要的器官都有什么呢 嗯你估计肯定会不假思索的回答说 大脑啊心脏啊肯定都很重要啊 哎确实心脏的确至关重要 有了它这新鲜的血液才能够源源不断的 溜到咱们全身为各个部位提供需要的物质 这大脑的地位高高在上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它呢指挥着我们整个身体 有了它咱们才有丰富的思想和情绪 不过呀咱们今天不和大家讲大脑 也不讲心脏 咱们来讲讲盘睡在我们肚子里的什么呢 肠子 好多人可能觉得说啊 哎这有什么好说的呀 肠子不就是跟吃喝拉撒有关系吗 除了懒洋洋的待在我们肚子里面 安置一下便便 时不时再放一个响屁 还真想不出来它到底有什么本领啊 是啊 长久以来咱们的肠子就好像是捡来的孩子一样 一直不受我们待见 可是你知道吗 肠子呀远远不只是一条食物通道 它不仅负责吸收营养物质 为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同时呢还和大脑相互配合 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 更是参与免疫系统 保护我们不受伤害 不仅如此 肠道健康跟身体状态呢 也是息息相关的 你要是肠子过不好 那我们的生理和心理都会受到影响呢 怎么样 是时候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肠子了吧 想要了解肠道的真实一面 那咱们就来听听今天我为你带来的这本 肠子的小心思 这本书啊曾经是2014年德国最畅销图书 后来呢被翻译成各种版本火遍了全球 在这本书当中 作者带我们深入了解肠道 听过之后 我相信你一定会颠覆自己对肠子的什么脏兮兮不作为的刻板印象 让你忍不住对它悉心呵护起来 相信听完这本书 大家至少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食物在我们体内经历了怎样的旅程呢 第二为什么说呕吐是一件让人自豪的事情呢 第三为什么说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呢 相信不少人都会同意说吃吃喝喝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在我们大饱口福之后 下一次再见到这些曾经的食物 估计就是在某个洗手间里了 那么在这之前呢 食物在我们的肚子里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呢 要明白这个问题 咱们首先得说一说消化系统的构造 我们都知道啊 人的消化系统从上到下 包括口腔 咽喉 食管 胃 小肠和大肠 这几个部分组成 说白了 就像是从嘴巴到肛门的一条管道 不过呢 食物想要通过这条管道 它可没那么简单 要想被人体消化吸收 还得经过肠子的重重考验 哎 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个复杂的过程 咱们不妨啊 请一块蛋糕 来当消化之旅的体验嘉宾 事不一时赶紧出发 口腔是消化之旅的第一盏 在这里呢 蛋糕会跟最有力量的咬鸡较量 跟最灵活的舌头调情 但是没过多久 已经就被嚼碎的蛋糕呢 在舌头的护送下 来到了咽喉的地盘 下一秒 又被波涛汹涌的唾液大军 冲过了食管 最终来到了胃的豪宅 在这里呢 被胃酸和消化煤 分解成更小的分子 好了 接下来蛋糕就来到了一段 蜿蜒曲折的管子 这里就是小肠的领地 一开始蛋糕的内心 它是拒绝的 因为小肠长得实在太丑了 万万曲曲不说 这里面还长着 数不清的绒毛和褶皱 这么一条体型不正 皱巴巴又多毛的东西 确实很难招人喜欢啊 然而呢 这些特征恰恰是 小肠行驶功能的关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的小肠啊 它的总长度 原本只有3到6米 但是呢 环形褶皱 相当于把小肠延长到了18米 另外 小肠绒毛 那也是大有来头 在小肠表面 在每一平方毫米的面积 就长着30根绒毛 在显微镜下 很像细腻的天鹅绒 咱们再放大点看 绒毛上面呢 还分着叉 还长着微绒毛 如果把褶皱 绒毛和微绒毛 全部摊平展开 那整个小肠的面积 差不多 可有200平方米呀 所以说褶皱和绒毛 大大增加了小肠的表面积 让营养吸收 更加的高效和充分 不仅如此呢 小肠还很爱干净 每次消化工作结束之后啊 他都会叫上楼上的 魏大哥一起洗刷刷 这个清理活动 就叫做 移行性复合运动 我们平时肚子里面 发出的咕噜 这个声音 哎 就是这个东西 下一次咱们再听到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 就知道自己其实不是饿了 当然如果你一直吃吃吃 那这肠胃可就没机会搞卫生咯 所以呢 营养学专家建议说 两次进食之间最好流出五个小时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蛋糕的旅行 它呢 已经在小肠变成了一团搅拌均匀的蛋糕糊糊了 那么当它告别小肠 抵达旅行的终点 大肠的时候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咯 大肠比小肠胖了很多 一截一截的 就像山寨版的珍珠项链 哎 这大肠里边 它是没有天鹅绒般的绒毛的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肠道菌群 它们是负责分解掉最后的食物残渣的 蛋糕的残渣被推着走走停停 时不时呢 又倒回去几步 它所剩无几的营养和水分 也就被吸收殆尽 变成便便的模样了 好了 最后它就会经过职场 或者顺畅的 或者艰难的 通过最后的关口 那就是排出体外 哎 到这里呢 蛋糕的消化之旅 才算全部完成了 大家听听啊 这消化系统可是勤勤恳恳 分工明确 把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的工作理念 实践到底呀 食物一边被推动 一边被分解 有营养的部分呢 会被吸收 运送到身体最需要的角落 或者是储存起来 以备来日之需 那么多余的部分 就会被无情的抛弃了 既然肠道是人体的营养加工厂 那当然就要给它提供原料咯 那我们的肠子 究竟爱吃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听 肠道不仅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也是最大的排毒器官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啊 这个肠道的状态决定了我们的颜值 所以啊 你要是想美美的 与其化妆 或者吃什么排毒胶囊 还不如好好对待我们的肠子 怎么做呢 那关键就是要给它最好的食物 可问题是 这肠子究竟喜欢吃什么呢 哎 大家别看地球上的生物千千万 但所有的生命体 都有相同的基本成分 无非就是糖 脂肪 还有氨基酸 那也就是说 我们吃东西 主要就是为了补充这些成分 好 那咱们先来说一说糖 不论是米饭 馒头 还是水果甜食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糖 假如你问肠子 他爱不爱吃糖 我想他肯定会非常激动地回答说 我爱吃 我爱吃啊 那对于人体来说呢 糖分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 被小肠吸收之后 通过血液 运到身体各处 随时为细胞的新陈代谢提供能量 那如果要是吸收的糖分太多 功过于求 那该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咱们的细胞啊 自有办法去处理多余的糖分子 可以呢 用它们合成一种叫糖原的多糖结构 储存在肝脏 还有肌肉里面 也可以把糖分子转化成脂肪 储存在脂肪组织里 哎呀 估计大家一听到脂肪这两个字 马上可能就摆出了一副嫌弃的表情 这不就是说我要长胖了吗 哎 那也要看情况哈 在咱们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 糖原会重新的分解成糖分子 给细胞提供能量 也就是说 你要是出去跑两圈 就能消耗不少的糖原了 但是呢 要是动脂肪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营养生理学家就表示说 要想甩掉这些顽固的肥肉 那每天至少得运动一个小时 只有当你觉得快要累趴下的时候 糖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的时候 身体才会舍得拿出他们的能量储备 那就是脂肪咯 不过呢 你可别以为啊 这脂肪只会妨碍我们练成魔鬼身材 它其实是能量最丰富的营养物质 哪天要是闹了饥荒 那你肚子上的每一颗脂肪 可都是救命稻草哦 况且呢 这脂肪还能够保护着我们的细胞和神经 合成体内一些重要的激素 所以脂肪还是要适当吃一点地 比如植物油乳制品等等 但是咱们也不能贪多 营养学家建议说 每天摄入的脂肪 应该占食物总能量的25%左右 最多也不能超过30% 那么平均下来就是55到66克的脂肪 好 说完了糖和脂肪 那么还有最后一种基本营养元素 那就是氨基酸 不论是豆制品还是各种各样的肉类 都是富含蛋白质的 那么蛋白质进入小肠之后 就会被分解成一个个氨基酸再被吸收 我们体内的氨基酸一共是有20多种 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排列组合 构成无数种蛋白质 那么这些蛋白质要么参与 构成人体的组织结构 要么就作为酶、抗体和激素 参与生理活动 还可以作为营养物质提供能量 所以氨基酸和蛋白质 对于身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地 总之呢 糖、脂肪和氨基酸都是肠子的最爱 不过在吃的时候 要注意量和搭配 才能够让肠道和身体都获得好处 不过咱们的肠子可不仅仅是 消化、吸收、营养这么简单 在必要的时候 它还会启动一项特殊技能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论一个人打扮得多么优雅 多么绅士 一旦在公众场所呕吐的话 那形象可都会大打折扣 不论你是喝多了 晕车还是吃坏肚子 只要你一吐肯定马上成为众人焦点 招来同情或者是鄙夷的目光 那这时候你肯定就会埋怨自己的肠胃了 你怎么吐得这么不合时宜呀 但其实它呕吐也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际上呕吐是人类的一项特殊技能 在避免人体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 大家别嫌呕吐恶心啊 并不是每一个物种都像我们这样 它想吐就能吐呢 你比如说像猴子猫啊狗啊还有猪鱼鸟 跟人类差不多 它们都是属于会呕吐的 但是老鼠兔子和马 它就不会吐了 因为它们的食道太狭窄细长 而且也没有指挥呕吐的神经系统 那没法呕吐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在吃东西的时候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比如说老鼠 它们吃的时候呢都会试探性的 先啃一小口 确定安全之后才会放开肚皮 相反 如果它们发现有毒就不会再碰 老鼠虽然不会吐 但是呢 它们的肝脏的解毒能力很强 所以吃到不好的东西 也不至于会丢了性命 相比之下 这马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它一来排毒能力差 二来又不懂试吃 一旦吃错了就得把小命搭进去 那咱们再来看看人吧 只要对身体有害的东西 肠子可是一概不要 全给你吐出来 所以说呀 这呕吐其实是一件值得庆幸和自豪的事情 那么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呕吐呢 每次呕吐背后的原因可能都是不相同的 食物中毒 酒精中毒 晕车晕船 那都是常见原因 除此之外呢 强烈的情绪波动 比如说压力大 紧张 或者是恐惧 也有可能导致呕吐 相比于中毒和情绪 晕车晕船带来的呕吐可能会更为常见 那咱们就来继续重点讨论一下这方面 相信不少人都遭遇过坐车兔的 这是昏天黑地的罪哈 你肯定也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我会晕车呀 目前来说 最被认可的理论就是 眼睛和耳朵接收的信息匹配不了的时候 那么大脑就会产生眩晕感 原来在咱们的耳朵里面长着一个平衡器 主要的功能就是感受和调节身体平衡 那么当你在车上看书的时候 书和眼睛是相对静止的 于是你的眼睛就会告诉大脑 我几乎没动 而另外一边 耳朵里面的平衡器反馈给大脑的信息却是 我的身体在迅速移动中 这就相当于耳朵比眼睛更快 那反过来 你在开车的时候就会觉得 哎 窗外掠过的景物比自己移动的速度还要快 那么这次就是眼睛比耳朵更快 其实不论哪种情况 只要眼睛和耳朵它不合拍 都会让大脑无从判断 从而陷入混乱状态 所以就这样 我们开始头晕恶心了 不过又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呕吐的动作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当我们想呕吐的时候 肠胃会释放一种压力激素 向大脑发出警告 不行了我要吐了 那接到这个警报之后 大脑就会激活负责呕吐的区域 并把身体设置为紧急状况 接下来的情节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就是脸色变白 唾液增加 嘴里泛酸 胃里泛浆倒海 这时候 身体的第六感会让你做好准备 抓住能够拿到的容器 最后就是万事俱备 只带呕吐了 我们刚刚说了呕吐 不过呢 它并不是肠子给我们的唯一挑战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 另外一个不少人都会备受困扰的事 那就是便秘 在讨论为什么会便秘之前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它界定的条件 第一就是 每周排便次数少于三次 第二 便便的质地非常的硬 样子就像驴屎蛋 没见过的可以参考一下 省略号的形状 第三呢 上厕所的时候要费很大的劲 之后还总是觉得意犹未尽 那么但凡满足上述两条的 及以上的朋友 恭喜您 您可能是不幸成为了便秘大军的一员了 按理来说 坐在马桶上的时间应该是轻松和愉快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便秘这种煎熬的事呢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啊 这个便秘往往是肠道神经和肌肉团队 不肯好好合作导致的 多数的时候 消化还是正常的消化 可偏偏到了大肠的最后一段 这神经和肌肉才开始出现了意见分歧 没法在要不要把便便排出去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于是就只能留给你自己纠结去吧 除此之外呢 生病和压力大也会容易引起便秘 相信大家也会有所体会的 有人可能会说了 我平时身体健康饮食规律从来不便秘 可是一出门旅游我就出问题 怎么就这么奇怪呢 原因就在于啊 我们的肠子是一个有强烈依赖症的家伙 你出去旅游 饮食作息难免都会跟平时不一样 所以呢 你的肠子就开始闹情绪了 他觉得你背叛他了 作为报复 他是不会轻易让肠道肌肉完成工作的 另外呢 跟任床睡不着一样 任厕所也会导致便秘 在旅行的途中就算急得憋不住了 你傲娇的内心还是会拒绝 哎呦 这不是我自己家的厕所 我就是不去 那要是在酒店的马桶上 给自己做一下思想工作可还行 那要是在公共厕所 那就是挑战你的心理素质了 即便你拿出十二分勇气进去 然后再把马桶圈垫上无数层的纸 再动用水上漂的功夫 到头来也不一定行啊 所以说下次咱们大家出去浪的时候 别忘了安抚一下自己的肠子 务必找一个跟家里差不多的环境 好让您的肠子安静舒服的干完大事 好了 说了这么多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跟便秘说白白呢 接下来就教您三大招 首先就是文明中外的万能之方 那就是多喝水 这样才能够保持便便足够柔软 还有呢 就是多吃膳食纤维 因为它能够按摩肠壁 促进肠胃的蠕动 比如说你可以去水果店买一点李子 或者呢 可以去药店买一点粗纤维片剂 都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千万不要憋大便 尤其是到了你平时上厕所的时候 千万别忍 因为这是你跟肠子定好的规矩 一旦打破 想要再次达成默契 那又要费好大一分功夫了 所以不论是呕吐还是便秘 都有肠道神经参与其中 一个不小心刺激到了他 那受苦的还是你自己啊 不过大家可能会疑惑了 我们的身体不是大脑支配的吗 其实啊 肠子也是一个大将军 咱们接着往下听 人体的各个器官当中 能够让我们一直爱爱爱爱爱不完的器官 非大脑莫属 为啥呢 因为你看啊 这大脑特别有才华呀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能思考哲学能研究科学 于是乎呢 大脑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变得是至高无上 生活中的好坏经历全都跟他挂钩 喜怒哀乐也都是因为大脑啊 虽然说思考哲学研究科学 确实只能靠大脑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体来说 咱们还不能忘了另外一个脑子 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脑子 没错 那他就是我们的肠道神经网络 也被称为肠脑或者是第二脑 能跟大脑其名 想必这肠子一定是有什么厉害之处 可不是吗 这肠道里不仅是神经密布 还有很多身体其他部位没有的特殊神经 而且还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化学信息素 和神经传道方式 装备齐全的复杂程度 那绝对比得上大脑 假如说肠道的存在呢 只是为了消化食物打嗝放屁 身体用得着花这么大成本 给肠子装一套复杂的神经系统吗 那大家想想就会发现 咱们形容七情六欲的词很多 那可都是跟肠胃有关的呀 来我们想想啊 什么屁滚尿流 这个肝肠寸断 签肠化肚 令人作呕 满腹狐疑等等 可见这肠子和大脑之间 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他们俩啊 究竟是谁指挥谁呢 为了更好的理解 大脑和肠子的关系 我们首先得弄明白 他们之间是怎么沟通的 肠道和大脑依靠 迷走神经相连 要想把信号准确无误的 传达给大脑 迷走神经必须穿过横格膜 从肺部和心脏之间穿过 贴着食管往上穿过喉咙 最后抵达大脑 那假如把大脑比做中央指挥部 肠道就是地方专员了 他们通过迷走神经 这条电话专线来进行沟通 那为啥得搞了这么麻烦呢 其实啊 也挺容易理解的 大脑想要对身体情况 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当然要掌握足够的信息啊 可是咱们的大脑 它偏偏高高在上 又有一个坚硬的脑壳护体 如此与世隔绝呢 又怎么能够体察民情呢 那这时候就要依靠基层的肠道 发挥作用了 它呀 可是认得每一顿饭里的小分子 拦截过血液里的激素 跟免疫细胞聊过天 同时还偷听过肠道细菌的秘密 就这样 它把每天搜集来的各种信息 上报给大脑 不过呢 要搜集如此庞杂的信息 光靠肠道本身那还是不够的 还是需要眼睛 耳朵 鼻子 皮肤这些感觉器官来帮忙 他们呢齐心协力搜集的信息 会传到主观意识层 大脑再利用这些信息 对周围环境做出一个合适的反应 肠子跟大脑不仅信息连通 就连状态也会互相影响 如果我们的肠道出了问题 情绪也会跟着低落 相反 健康和营养充足的肠道 则会悄悄的改善我们的情绪 所以说呀 肠子和大脑其实呢 是合作管理我们的身体 想让自己健健康康 心情舒畅 除了保护大脑之外 也别忘了 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肠子哟 咱们刚刚说了 肠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 不过呢 除了肠子本身自带的神经网络之外 里面还住着数不清的外来居民呢 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呢 没错 它就是各种各样的肠道细菌 说到细菌呢 不少人都觉得它们是坏东西 因为呢 总会把它们跟疾病和感染联系到一起 殊不知 我们体内的细菌大多啊 都是无害的 反而是对我们大有好处 咱们就拿肠道来说 这里呢 就像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住着差不多一千万亿个细菌 加起来能有两公斤重 它们就叫做肠道菌群 这些小家伙 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分解消化不掉的食物 给肠道提供能量 还能够制造维生素 降解毒素和药物训练免疫系统等等 相反 如果肚子里的细菌过得不好 那你的健康也会受到连累的 比如说超重啊 营养不良啊 还有神经疾病 慢性肠道疾病啊 都是因为肠道菌群的比例 发生了变化 大家可能会纳闷啊 这么多细菌定居在我们肠道里 它们怎么就没被身体的免疫系统给消灭呢 哎那说到这儿 咱们就不得不讲一讲 免疫系统和肠道菌群是如何相爱相杀的呢 在我们体内啊 大约80%的免疫系统都在肠道里 原因很简单 细菌界的妖魔鬼怪 大小明星都聚集在这里 肠子呢 也就成为了免疫系统和细菌相会的地方 阳善除恶 保护人体 那是免疫系统的天职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一方面免疫系统要时刻抑制自己防御的冲动 好让绝大多数善良的细菌继续存活 另外一方面 还要从一大群细菌当中揪出个别危险分子 毫不留情的格杀物论 免疫系统的工作量究竟是有多大呢 咱们这么说哈 假如它要跟每一个肠道细菌打招呼 差不多要花上300万年的时间 更何况这打招呼可不只是说一句哈喽而已 还要补上一句哎你不错或者是哎你去死吧 这还不止免疫系统还要分得清楚这个细菌细胞和人体细胞 否则就有可能会误伤自己人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难呢 哎还别得意 有些细菌的表面结构跟身体细胞是类似的 比如引发心红热的A族炼球菌 免疫系统有的时候为了杀死这种病菌 会连带伤害关节部位的人体细胞呢 那怎么办呢别担心 为了防止免疫系统误判 我们的身体还有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 在每一个免疫细胞出去执行任务之前 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毕业考核 要求认清每一个自己人 如果一个免疫细胞不能够迅速的分辨眼前 是身体细胞还是细菌 就算考核失败 但永远也就不能够毕业工作咯 正如人类世界一样 肠子的小世界那也是好人和坏人并存 只要好人占多数 坏人受监督 那我们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世界 也许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身外的世界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管理好我们的肠子王国 总而言之 我们复杂又精密的肠道系统 不仅仅是为了从食物当中获得营养 给身体提供能量 它还作为人体的另外一个大脑 调解着我们的身体机能 从消化到吸收 从排毒到免疫 肠道远远不止吃和拉撒那点事而已 所以说呀 好好对待我们的肠子 就是好好对待我们自己 好了 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你对自己的肠道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呢 别忘了留言发表您的感想 感谢观看